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位飞行嘉宾 这会儿还在飞行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 优酷炮然心动20岁 这一刻想唱清 本节目由唱清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算了 不管他 他会在节目中途中随时加入 还是要问一下小童 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做过功课吗 前两期的时候 我看了 我看了 很爱看 超爱看 我觉得你们太不兴奋了 我们 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坐车都挤在后面的时候 我都在尖叫 好紧 我觉得你们太不兴奋了 好精彩 我看一下你今天看的是有多兴奋 所以你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目前为止有没有哪对CP是你在磕的 小枫和小叶 小枫和小叶 你们还 不 我没忘了 我再问大家 孟琳 虽然上次录制已经有一个月了 小枫 小叶 哪位是女生 小叶是女生 小叶是女生 小枫是男生 他们有一个名场面 是那个小枫这样 这个超级让我心动的 隔着一张纸说我喜欢的人在我旁边 当时小童看到这一刻叫的有多大声 主要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每一次因为他们听那个录音的时候 但凡小枫没有听到小叶给他录音 他就像一个伤心小狗 这一天都不好了 对 整个人就好低落 然后但凡小叶一回应他 然后那个嘴角就咧上来 今天的主题叫做课程表约会日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喜欢上哪门课 体育课 因为一般体育课一般做完操之后 就自由活动了 假装说了一门喜欢的课程 单纯就是喜欢玩 就是喜欢自由的感觉 然后跟小姐妹就在操场就是 聊八卦 聊八卦 老肖有没有那个 我最喜欢下课 我最喜欢下课 你说的比孟林很直接多 什么月呢 我最喜欢非线性编辑课 做后期 因为只有非线性编辑课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专业 就开始坐在电脑前 然后学那个软件的时候 就觉得很带劲 娱乐圈最会捡Vlog的人 好 灰心呢 我很喜欢教那个财产保险的一个老师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给我们出了一道逻辑题 叫五个海盗分金币 现在有一百枚金币 然后每一个海盗要出一个 给五个人分配金币的一个方案 必须半数以上的投票通过 不然的话这个海盗就会被认据喂鲨鱼 你今天不把这个题给我们解除了 我们所有人做的这难受的要命 我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第一个海盗能够分到97枚金币 那肯定有一个没有 对 这个题是反推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前三个海盗都被推下去喂鲨鱼了 只剩四号海盗和五号海盗 这个时候对于五号海盗来说 无论四号海盗提出什么样的方案 五号海盗一定反对 因为只要四号海盗喂鲨鱼了 他就全拿 对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四号海盗来说 所以他一定要让三号海盗活着 有句很反常识的一个 感觉推理这道题 余老师是上什么教什么课的 社交沟通课 所以你在班上同学里面 会看到那种真的社交方面非常 对 越是长得好看的人 越是在这方面有问题 因为都是别人跟他主动沟通 不是骂我吧 所以赶紧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课程表约会日会发生什么事情 来 一起来看吧 哇 这是 怎么搞得像密室一样 你开头 这么悬疑 今天我感觉整个山的那种雾蒙蒙的 这个风在乱飘 太恐怖 哇 又是这种风雨交加 有人吗 这音乐要铺成这样吗 没有了 班长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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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间怎么这么冷啊 真的好冷啊 有个寒气酥雅 其实我们在房间里 哇 你感受到的冷就是我们 上课时间这么恐怖的事情呢 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做噩梦 是孟建自己在上数学课 醒了以后 还好我已经上班很久了 对对对 哪哪哪 啊 今日课表 女生可选修上午下午 各意吗 男生已经走了吗是吧 这是新的一天 哈哈哈哈 备客去了 嗯 准备准备 我们要准备出发了 先给他们调音 哎你真的你过半就起来了 我是户外的最顶的一个 好 好